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12日 相信大家記憶猶新的,就是幾天前在立法會發生了一些衝突 這個衝突就是源於一個小朋友的遊戲叫做搶椅子 搶的是什麼椅子呢?就是主席的椅子 立法會當天就有下午出現兩人搶做主持的局面 導致大批保安和一部份議員唯一主席台前面 就不讓民主派議員靠近 因為主席台上坐了李慧琼女士,也是她主持下午的會議 但是她主持還主持,民主派的議員不斷地想跟她搶的位置拉回來 結果不惜爆發肢體衝突 好像說有人受傷的 這宗新聞不單止上了香港的報章 亦都上了英國的報章,這個是《衛報》的報道 唉,真是多了他們,搞到香港人又揚威國際了 有沒有發覺香港人揚威國際的事,全部都不是什麼好事呢? 好像我們這樣幾十年來為香港的聲譽,為香港人的生活而打拼 當然也是為了自己的生活,不要說到這麼崇高 但是我們打拼的結果本來令到香港的國際聲譽相當好 但是不知為什麼呢? 近這一年來,全部都是負面新聞上報章 這裏就是《衛報》的報道說 《Pro Beijing and Pro democracy lawmakers crash over who will control house committee》 其實我覺得他也說得不太對,應該是Pro Beijing和Anti Beijing 其實根本那班人是不是真的支持民主呢? 其實我真的看不到,因為民主的話是不是應該尊重法制和尊重選舉的結果呢? 既然李維琼議員是之前已經選了他是做主席的話 為什麼他們又要搞這麼多事呢? 所以這件事真的很難明白 總之令香港這次出了名字,正正認了一個英文字叫Infamous 為了醜事而出名 其實比小弟想起,80年代的時候 在台灣有一位很出名的議員叫朱高正 出名在什麼呢?出名打架 就像現在這段片一樣看 當劉闊財富院長要表決本案時 朱高正委員跳上主席台 將78歲的劉副院長推倒引起公憤 其他委員一擁而上,雙方大打出手 以前我們香港人看到台灣發生這樣的事 以他們為笑柄 想不到風水輪流轉 現在香港人淪為其他人的笑柄 唉 但是我們要看看 雖然我們看到這件事很不開心 不過正如小弟一向堅持 我們真的要理性分析一下 到底兩方面呢? 這次做這件事 到底哪一邊對哪一邊不對呢? 這需要理性分析去看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真的需要看看 李慧琼議員有沒有資格去主持這個會議呢? 當然了,如果他沒有的話 你說泛民議員有動作 要拉他離開主席位 那也是有理由的 但是如果他是有資格去主持的話 泛民議員憑什麼去做一些事情 去搞亂議事規則呢? 所以我們先看看 到底他有沒有資格去支持 那其實呢 就在這裏呢 HK01的報導 那麼呢 我們就 見到呢 其實泛民 他的報導裡面說 泛民呢 指控建制派想奪權的 又聲言對方呢 本來有更加直接的方法 就是國族連任的內會主席 李慧琼要退選 就可以使選舉盡快進行了 當然啦 HK01也都很深水清的 他這裏呢 就是說呢 他們呢 一方面呢 推卸自身無理阻留選舉的責任 一方面要求其他人放去選舉的權利 簡直是令人提笑皆非 但是呢 我們見到他有這樣的要求呢 就是說 其實他覺得李慧琼女士 李慧琼議員 他是候選的主席 所以他不應該參與 不應該主持會議 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我們看看專業人士怎麼說 法律意見呢 就指現任的內會主席 有權處理事務的 那這裡說到呢 就是根據外間的法律意見表示呢 就是說呢 現在任內會主席的李慧琼 他在新任主席未選之前 召開會議 以處理內務委員會的事務 特別是急切或者重要的事務 那這個是專業的意見 那其實呢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也是看一看議事規則 因為呢 泛民是剛剛說相反的事情 那 議事規則呢 我們看到內務委員會 是由他自己內務守則的 那內務守則也有牽涉到內務委員會的本身 那我們看到呢 在這裡說到 如果是內務委員會的政府主席呢 是要在公開會議中 由委員會的委員互選的 任期呢 直至下一期的委員會 政府主席 在下一會期分別被選出為止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下一任的主席未選出 上一任仍然是繼續 有這樣的權力的 那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李慧琼 議員呢 他主持今次的會議是絕對有這樣的權 因為呢 內務委員會呢 的A行這裡呢 已經是賦予了他的權力 在新主席未選出來之前 他有權去 繼續行使他主席的權力 和職務的 那另外呢 就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都說是因為李慧琼議員呢 是候選主席的候選人 就是他是競選者 所以他要避嫌就不能主持會議 到底對還是不對呢 那我又可以看一看 其實在議事規則上面呢 有說到這個主席和副主席產生的程序 其中呢 這裡也有說到 就是說呢 在任何一次的主席選舉裡面呢 在選舉前來擔任內務委員會 或者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委員呢 需要主持的 就是說呢 李慧琼議員是需要主持的 除非他缺席 或者獲提名候選該職位 那如果是獲提名的話呢 在選舉前 擔任內務委員會 或者事務委員會的 副主席的委員 就是 郭議員 那 就需要主持選舉 不過呢 留意一下這個議事規則所說呢 是主持選舉而已 沒有說主持會議 就是說正式選舉那一部分呢 沒錯 候選的主席 候選人呢 是不可以做主席的 但是只是限於選舉那部分 其他正常的會議 他有沒有權去做主席呢 絕對是有的 那我們看回那一天 其實 也都好老實說 那一天的會議裡面呢 是沒有選舉的環節的 那所以呢 那個會議 由李慧琼議員做主席呢 絕對是合情 合理合法的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搞亂的會議那幫人 其實就是做一些不合情 不合理 不合法的事情 那其實另一方面呢 小弟也很想跟大家看一看 到底其實 郭榮鏗議員 他稱不稱職呢 做代主席這一刻 那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裡呢 就是 工聯會呢 就是有質疑過 郭議員前言不對後語的 一方面呢 他說他作為主席呢 他要秉公處理 就是給足計時間 給議員發言 但是同樣 另一方面呢 他轉過來 馬上說呢 和其他報紙說呢 就要阻止國歌法的立法 那到底他自己的做法 是品工處理啊 就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呢 而作為一個主席 有這麼明顯的政治立場 就是這樣的目的 到底對不對呢 這個呢 給大家衡量一下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們想看看他到底有沒有能力呢 那 首先呢 做一個主席的話 我相信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要主持會議 然後呢 就是要會議 真的做到會議 應該做的事情 那 相信大家都同意的了 這樣才是一個有能力的主席 對不對呢 那我們現在看到呢 其實他在 由今屆內務委員會 開始到現在呢 已經開了16次會議了 選不選到政府主席啊 選不到 好了 那這個呢 真的可以看到他的辦事能力 真是很有問題 我不說他的政見 我只是說他的辦事能力 先 16次會議都沒可以選出政府主席 這個人到底是不是做事呢 那小弟呢 就在之前小弟另外一條片 都有講過這個話題 但是這裏呢 小弟想特別再提到一件事 就是呢 我們看到呢 在這裏的報道 就是說呢 第一次會議在去年 去年的10月11日召開的時候呢 他已經在做代主席了 那他在這個會議呢 就 用了很多時間呢 來討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 和達文會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 包括呢 用這個陸像或者是視像發表報告 是不是合法合憲 他講了很多事情 也講到警方 可不可以蒙面台 沒有展示篇的情況下 進入立法會呢 結果會議結束時 沒有進入選舉主席的議程 對不對呢 我們再看回議事規則 那議事規則呢 其實講得很清楚的 他說呢 會議任期首個會議 內幕委員會政府主席暑局 一定會在委員會 在該會期內舉行的首次會議上進行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這樣的報道 這個是 最新聞的報道 啊 眾新聞的報道 不好意思 眾新聞的報道 就看到呢 其實他第一次會議 根本沒有進入選舉主席的議程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他是沒有遵守過議事規則的要求 因為議事規則是說明說 須在委員會在該會期內舉行的首次會議上進行 那就是說 他是沒有辦法 做主席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跟從 議事規則的指引 那他有沒有資格做這個主席呢 那我留給大家自己的判斷 另一方面呢 我想和大家看看 就是呢 李慧琼議員呢 他有沒有資格做一個主席呢 我們從他的辦事效率可以看得到 那這裡呢 這個報道呢 就是香港商報的報道 李慧琼主持內會破僵局 45分鐘處理45項積壓的法案 一分鐘一項 哇 這個是什麼工作效率呢 簡直是得人害怕的工作效率 那其實呢 我們也可以再看看 就是呢 這裡也說到呢 大部分反對派議員自行離場 之後的會議在內委會 所以45分鐘之後就可以處理了45項 積壓的法案和附屬法例了 那就是說呢 其實呢 整個會議呢 反對派正在做的 只不過是拖後腿 那其實他們呢 真的做不做到事情呢 那這個留給大家的判斷 那其實呢 這些積壓了很久的法案 有一部分呢 是真的相當之重要的 例如稅務的寬免 道路交通限聚令的修訂 那些諸如此類的 其實和香港的民生 都是影響很大的 那其實呢 看到呢 在議會裡面的反對派 其實只是拖後腿 他們根本做不到事情的話呢 大家真的想想呢 如果你是老闆 你會不會請一些這樣的僱員呢 大家千萬不要說呢 我們不是老闆啊 因為呢 每一個議員他們都是受薪的 而他們的薪酬呢 絕對是香港納稅人 我們交的稅 一分一毫 裡面都要拿出來 是聘請我們這班尊貴的議員 而他們呢 結果呢 是沒有辦法呢 可以審核法案 而是呢 一直拖著後腿的話 那大家到底 還想不想請這些人 去幫香港服務呢 這個給大家再去想 那其實呢 在三月份的時候 公民黨已經發出公開的聲明了 他一直說明 立會選舉 如果是泛民議席過半的話呢 會否決所有法案撥款 那其實呢 他已經是說明了 到時候如果是做的話呢 他要將全國香港的民生 和香港的運作 是全部壓下去 結果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他自己的政治訴求 那其實呢 看到這個情況呢 他做不做得出呢 我相信 我現在不敢 那麼 輕視他們 不敢說他們一定不敢做 因為呢 你看一下 只是一個 泛民的議員 可以想到主席這個位置 他已經是這麼會利用機會呢 已經是令到整個政府 停擺了半年 你說如果他們真的 泛民議席過半的話呢 他們 有沒有膽去否決所有法案 令到整個政府的運作 停頓了下來呢 我相信他們絕對做得出 而且到時候他不是一個人做 他是有過半數的議員 一起去做 我相信 這個破壞力 比這次郭議員的破壞力 會更加大 那麼其實呢 如果是否決所有法案 對香港市民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看看 今次 李慧琼議員 他做主席 他處理了什麼法案呢 稅務寬免 道路交通 限聚令的修訂 我們看看稅務寬免 今次這個寬免是怎樣呢 就是說 一次性的寬免 就是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 就是說政府是通過寬免 去令到市民多錢 大家想不想多這2萬元用呢 如果是想的話 誰在阻撓你去拿這些筆錢呢 大家好好認住他們的樣子 另外呢 另外一個是限聚令的修訂 小弟在報章裡面是看不到有講到詳細的內容 所以小弟就唯有去草案去慢慢找 結果在最後這一條草案被我找到了 那其實限聚令呢 就是他作出修訂的原因呢 就是一張群組聚集的定義 以禁止多於4人 變成禁止多於8人 就是說放寬的限聚令 大家也知道這條法例其實現在已經生效了 因為最終也是批得切的 那其實這個呢 對食肆來說影響相當之大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一台4個人和一台8個人 他們的生意呢 是絕對呢 是增加了一倍的可以 那其實呢 大家也知道呢 在去年下半年 一系列的社會活動 再加上今年上半年 長時間的抗疫 其實呢很多零售和食肆 老實說 逐點說一句是在吊鹽水 在這個情況下呢 他們真的可以多些生意 做多少生意做多少 這個呢真是用來救命的 但是呢 這個限聚令的放寬 如果不是有李維琼議員呢 和其他建制派議員呢 去搶回主導權回來 這一個也都會被 泛民的議員 國議員做主席的話呢 也都會將這個 繼續拖延下去 那到底是香港的食肆 面臨的困境 誰去幫他們解決呢 所以呢 我們看了這麼多事情 已經談了這麼久了 那大家呢 真的值得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個公司的老闆 你會不會聘請一些這樣的員工 是什麼都做不到 只是會拖後腿的員工去幫你服務呢 記得 香港真正的老闆 是香港市民 因為我們每一個消費 每賺的一毫子 我們有繞交我們的稅金 去幫助政府運作 這些稅金裡面呢 有一部分是拿出來 做了專貴議員的薪酬 可以說我們才是香港的老闆 好 各位老闆們 九月份 你會不會再繼續請這幫人呢 好好地用自己手上的一票 請一些真正為香港好 為香港人做事的議員 進去立法會 好 多謝各位 很感謝大家的時間 小弟這次的分享到這裏為止 如果是有興趣參與小弟討論的話 很歡迎大家訂閱這個免費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當小弟下一個話題 和大家討論的時候 會再錄另外一條片 大家就會馬上收到通知了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開拍攝 5 4